所以其实我不是坐飞机 我是坐火箭 在疫情期间几乎很难想象 还会再看到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 早报告SB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文媒体集团的记者 我叫云州 那我今天来到了战役机场 诶 难道我要出国吗 没错 其实是这样的 那个李显总理他要到意大利的罗马 去参加20多集团的领导人通会 那我们是这次的随行媒体 那我们就趁着这次的这个行程 我就带大家出国走一遭 不过我们在出发之前 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出国前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入境意大利也必须先接种好冠病疫苗 如果没有接种当地承认的疫苗 入境后得接受五天隔离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网站 叫Notarize 你可以在这里把你的疫苗接种记录 和试肢检测结果进行数码公证 然后打印出来 到了国外 这就是你身上最具官方效力的安全证明 最后前往意大利的旅客 必须上网填写一份旅客信息表 东西带齐 我们就去办直击手续 如果已经上Notarize办好数码公证 直击柜台的工作人员就可以 直接从系统里面查阅你的资料 那我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离境区了 然后可以看得到后面明显的就是 人啊都非常的少 那我刚才在直击的时候 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整个过程要比平时还要久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检查 还有没有去到意大利那边的时候文件什么都有没有办妥 然后差不多要个8分钟 接近10分钟 然后机场现在是划分为第一第二跟第三区 那第一区是通往登机门的 所以一旦你进入了这个第一区啊 他们带着他们走 你要问我搭飞机是不是很兴奋 其实我现在更多是忐忑啊 因为两年没出国 感觉外面的世界离我们又更遥远 而且又多了很多手续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状况 所以其实我不是坐飞机啊 我是坐火箭去探索一个勇敢新世界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出发吧 来到罗马进到机场就发现这里还是实施安全距离措施 机场的广播也是不断提醒大家要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所以我们已经出到这个罗马机场的湾约了 从刚才到现在 就我们在飞机上填了一些表格啊 入境表格健康生号表什么 尤其是到了这边都没有跟我们抽水 这可能有点随机抽水啦 好不过我们就在飞机上填了一些表格的资料先填好 那意大利现在的疫情是每天差不多有3000多起的新增病例 然后死亡人数是30多人 不过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那时候他正好在经历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所以那个时候每天的新增病例差不多有3、4万人 然后死亡病例是每天700多起 所以可以看得出意大利在抗疫的道路上 他是付出过非常惨痛的代价 那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罗马的一个住民景点 喜悦池 那这里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 在疫情期间几乎很难想象 还会再看到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 可见意大利这边的旅游情况是恢复的差不多 在意大利这里你在室内的时候才需要戴口罩 在室外是不用戴口罩的 不过自己个人为了安全起 竟然是选择戴上口罩 在街上也可以看到可能10个人里面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也是选择戴口罩 可以看出这里的生活方式 大致上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最低程度的保护措施 在这里如果你要去参加任何的大型活动 或是进售票的旅游景点 或者是进餐馆堂时 你都必须出示一个欧盟的电子疫苗接种证明 有了这个它才让你进场 所以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你可以找这边的卫生局帮你做一个公证 不过从网上的资料看来应该会是很麻烦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找这边一些药房外面有快速检测站 进去里面做个快速检测 就可以凭着那个检测结果进旅游景点 这个快速检测是48小时内有效 不过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能进餐馆堂食呢 也不完全 因为只要你是在餐馆的户外座位就坐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你还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疫苗接种证明 就可以坐在餐馆的户外座位堂食 到了要启程回国的时候 可以上张仪机场的Safe Travel 网站 那你会告诉你回国前要准备好的事项 包括启程前48小时内必须做PCR检测 我可以给你拍照吗 只是我自己 OK 填写入境表格 还有预定到达新加坡后的PCR检测 我现在在机场的候机室 这里补充一下这几天的观察 前些时候我跟大家说 在这里需要用那个欧盟的疫苗接种证明 才有办法进入景点或是餐馆 可是过去几天我们到景点和餐馆的时候 我们出示新加坡的疫苗接种证明 他们也是接受的 所以可以看到虽然政策上它有一定的明文规定 不过执行上还是有一些灵活空间 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几天在罗马最大的收获就是 观察到他们怎么在应对疫情的同时 逐步的放宽社交限制 基本的防护措施还是要有 不过不代表没有办法恢复比较正常的生活 那如果疫情出现什么变数 那我们再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接下来新加坡也是要与冠冰共存 所以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接见 我现在已经降落在新加坡了 那降落后的通关手续大概是这个样子 办理入境手续后先取行李 然后带着行李去做PCR检测 然后其实整个过程上 快从下飞机到做完这个试制检测 其实只有半个小时多一点点而已 然后在做移民通关手续的时候 他们会先给你一个第一张贴纸 然后做完试制检测的时候 他会再给你第二个贴纸 就来确认说你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步骤 然后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由于我们搭的是VTL航班 所以检测过后可以直接回家 等收到阴性结果后才可以正常活动 这次疫情中的旅程来到这边呢 也来到尾声了 如果你问我的话 虽然感觉像是起飞前啊 或是到国外 甚至是降落过后 都有很多额外的措施额外的步骤 不过其实执行起来 还是比想象中顺畅很多 而且不管国内国外的官方消息 也相当详细 所以其实只要留意最新的官方消息 然后事先把资料都准备好 其实是不会造成太大困扰的 那接下来也希望疫情可以继续好转 我们也可以跟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重开一些旅游航线 航空业也可以早日复苏